所以在九局上半 中信兄弟現在是無人出局 一二雷有跑者 打擊輪到了岳東華 繼續擺出短棒 點在了邊線附近這個球 林永樂接起來之後快傳三壘啊 抓到了前衛跑者 點的感覺像稍微短了一點 林永樂的反應也夠快 但最後來看的話傳球的位置也並不是傳的那麼準 這次林永樂的反應非常的激緊 面罩一拖 抓到球了立刻就傳 你說這些球若是 右打者的話 那或許他在傳球的路徑上來看的話可能一開始可能會 稍微跟機球跑人會有一點點身體上的路 稍微一點接觸 他的傳球的時間可能會稍微比較慢 那畢竟是著打者 一點下去的話他往三壘的速度是比較快 所以一人出局之後現在 中信兄弟的跑者然是分戰一二壘喔 打擊要輪到蘇維達 今天是以帶跑的身份上陣喔 本季兩成七二打擊率 從六到九磅 現在分別是黃軍生 月東華 蘇維達還有張志豪 剛執行觸及的月東華呢 那最後是觸及失敗 現在在一壘 一號一換 變化球影又到了打者 蘇維達揮棒落空 其實變速球其實投得還不差喔 過往都只有 大區友跟滑球 這也是在 最近幾個球季 耀維洋新加入武器庫的一個球種 中信兄弟的陣容當中當然也 不時的會有41棒出現 上半季的時候其實比較像是蘇維達跟許濟鴻在競爭這個位置 投手正面的反彈球 廖維洋接到之後先回頭傳二壘再往一壘送 Double Play 也結束了九局上半 中信兄弟的進攻 在這個半局 廖維洋自己成功的測動雙殺 也結束了對手攻勢 中信兄弟沒有再添分數